我們可以開始今天的公開會議 首先我們歡迎 江上任監管處處長林曉彤女士 這次出席這個會議 歡迎 歡迎處席 各位委員 我們今天要記錄 就是已升遷的前監管處處長 劉刺偉女士 請你幫我們帶個謝意給劉副處長 多謝 今天代表警方出席的 除了林曉彤女士 也有麥偉文女士 就是處理助理警務處長 服務質素 還有投訴科的高級警司 羅瑞森先生 投訴科的另外一位 特別調查的高級警司 陳惠明先生 還有投訴科的警司 徐鎮東先生 今天有特別的嘉賓 請了警務處的高級 臨床心理學家 麥永芬女士 今天來和我們講解 他們有新的一個科題 我們今次的會議 就是我們全體會員 都在場除了三位 因為他們有公事 今天來不到的 就是藍太律師 宋女士 和羅女士 我們上一次會議的議程 就是會議的紀錄已經傳閱了 有任何的修改已經傳閱了給我們的秘書廳 有沒有臨時的修改呢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確認了上次的會議紀錄 第二個議題 就是今天請警務處的代表 和我們做一個簡報 或者我們請臨床心理學家 和我們講講 主席各位委員 過一年在處理犯修例的暴力示威行動之中 我們前線的同事 其實就遇到很多不同的壓力 不單止要長時間的當值 在執行期間生命更不時受到威脅 有同事被利器割頂 被臨腐蝕性液體 被箭射穿了小腿 甚至乎有一些下班之後 就被人用利刀去襲擊 也都不時面對很多汽油膽的襲擊 除此之外 在他們的家裏面 尤其是我們警察宿舍 也都是多次被圍攻 或者破壞 網上起底等等的情況 也都牽連到家人 在這段這麼艱難的時間 其實我們警隊的心理專家 就一直為我們的前線同事 就提供全方位的協助 而多種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一個心理引力的培訓 令到大家同事 在各種困難之中 能夠自我調整 保持最佳的心理質素 去應付各種挑戰 所以我們今天就邀請了 我們警隊心理服務課的高級 臨床心理學家 麥榮芬女士Ingrid 就向大家講解一下 有關心理引力的培訓工作 我將時間交給Ingrid 好 歡迎你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先介紹自己 我是來自警察心理服務課的 高級臨床心理學家 我叫麥榮芬 英文名是Ingrid 我們警察心理服務課 現在有11位臨床心理學家 會負責心理輔導的工作 也都會參與一些心理健康的推廣 以至相關的培訓 今天很感激 又再有機會 事隔一年的時間之後 再來到這裏 為大家去介紹一下 我們為了前線警務人員 而去舉辦的一個 心理引力的工作坊 這個工作坊 叫做知己知彼的工作坊 今天的簡介 我們會分了三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 就會講一下 籌備這個工作坊的一些背景 跟著第二部份 就會深入去介紹一下 這個知己知彼工作坊的內容 最後就會講一下 分享一下 我們未來心理組 除了這個工作坊之後 這些工作坊的方向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經歷過一年長的時間 由反修例事件引發的一些暴力示威 以至到社會動蕩已經超過一年的時間 其實我們的同事是首當其衝的 他們在過去一年面對了很多暴力的衝突 個人安全是受到威脅 隨之而來社會也都充激著一些仇警的情緒 引發了一些警員被起底 被滋擾的事件出現 不單止是影響著他們個人 有時候也影響了他們的家人 在過去一年裏面有一段時間 宿舍都受到襲擊 他們的家人 例如他們的子女 在社會上都受到一定的欺凌 面對這些壓力 其實同事有時候還會和身邊的朋友 或者一些親人 因為對警務工作不理解 而產生很多的人際關係矛盾 所以在過去一年裏面 其實我們心理服務課 是等了很多資源和時間下去 增強我們對前線警務人員的 一些心理的服務 在過去一年裏面 我們會派我們同事到前線 了解他們的士氣和需要 在一些危急事故 例如有同事開槍 或者嚴重受傷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我們會第一時間派我們的心理專家 去提供一些危急事故的心理支援工作 過去一年其實輔導個案 比過往都是提升了的 可以分享一下 在2019年 輔導個案的新個案的數字 比2018年其實是增長了28%的 你可想而知 其實同事面對著有多大的壓力 為了加強我們的服務 所以我們也都用了不同的方式 嘗試去接觸我們的同事 包括我們會用手機 去傳一些短訊 去提升我們同事 一些壓力管理的tips 也都開設了在去年的時候 開設了兩條的24小時的 電話的輔導熱線 而因應我們同事的家人 其實都是受到很多的 社會上面壓力的影響 所以過去一年裏面 我們也都將我們的輔導服務 擴展到警察的家屬那裏 那我們為受影響的同事 除了輔導服務之外 也都舉行了不同類型的工作坊 給他們的小朋友或者配偶 幫他們去應對過去一年 一些事件帶來他們的壓力 去到去年的年尾 大概2019年的12月左右 其實暴力的示威漸漸減退了 在社會那裏 在那段時間 我們也都開始去計劃 希望為同事去開辦一些 心理人力的訓練 希望幫到他們 調適到他們的情緒 在將來回到前線 正常的一般的警務工作 的時候 重新去適應 我們在計劃當中的時候 我們是建基於我們過往一年 我們每天和前線的同事的接觸 得來的一些觀察 加上我們在去年的12月 到今年2月期間 其實我們有系統地做了一個 網上的調查 去收集了同事一些的看法 和他們一些壓力的狀況 加上我們都徵詳了前線的 一些行動的指揮官 他們的一些的看法和意見 其實綜合了他們的不同人的看法 其實我們發現同事都很關注 其實接下來 就是今年開始的時間打後 究竟警務工作 會不會有一個新的模式 和過往不同呢 他們也都很關注 其實怎樣去處理 一些人際關係的撕裂 那不單止是個人層面 和自己的朋友 也都他們關心的就是 怎樣可以重建警察和市民之間的互信 去修補一些關係 我們的同事也都很關注香港的未來 其實社會的氛圍的轉變 怎樣影響整個社會的發展 這些都是我們同事很關注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工作坊裡 我們希望達成兩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 其實我們希望回應 其實我們同事一些心理上面的需要 因為過去一年 其實他們都遇到很多的壓力 也都累積著很多的情緒 我們希望有工作坊這個空間 給他們有個機會整理一下 就是過往的一些情緒 和一些的感受 讓他們可以重新有動力再向前 面對將來的工作 第二方面也都希望幫同事做好一個心理準備 去面對未來一些警政上面 一些新的模式的挑戰 做了這些準備功夫的時候 我們在今年的5月至7月份 就正式開展了這個知己知彼的工作坊 在這兩個多三個月之間 我們就舉行了20個工作坊 20次 總共有超過2900位前線的警務人員 尤其是第一線參與防部工作的警務人員 參加了這個工作坊 接下來第二部份我們就會講一下 大家可能有興趣知道的工作坊的內容 其實我們是會牽涉什麼內容呢 我們的工作坊是一個全日的工作坊 我們分為上下就兩個部份 第一部份上走就是一個叫知己的部份 知己知彼 第一部份 希望幫到同事去處理過往一年的複雜的情緒 所以第一個的環節就叫情緒篇 其實平常的警務工作 同事每次收工之後 其實都會unload他們的裝備 射下他們的裝備 整理好之後準備第二日的工作 但是其實他們未必真的有機會 unload我們去工作帶來的情緒 所以我們今次的工作坊裡 我們特別安排了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 讓我們的人員可以安心地射下過往一年一些複雜的情緒 也都幫他們整理這一次的回憶 一些深刻的回憶 通過小組中間一些互動的分享 我們希望令他們覺得自己是並不孤單 原來其實都有很多人都share他們的感受 在這二十次的工作坊裡 其實我們都聽了很多有血有淚的故事 當中有可能和朋友親人 對警察的工作不理解 而引起的矛盾 當中也都有不少人說到過去一年長時間的工作 而忽略了家庭 對於要獨力單起照顧家庭的伴侶 其實他們心裏面都有一份協救 在那段時間 其實警察在執勤以至下班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機會遇到暴徒的襲擊的危險 每天他們都要保持著高度的警覺 其實沒有一刻能夠放鬆下來 很多人和我們分享他們都睡得不好 甚至有時候會發惡夢 一旦有同事落單受傷 他們那份自責 他們那份擔憂的心情 在騷亂期間 同事可能會有機會要拘捕一些犯法的暴徒 當有時候他們發現脫下面罩或一刻 原來他們拘捕那些人 原來是一張張青少年人的面孔 我們的同事其實都有很多感慨 因為這些年輕人 彷彿就好像跟他們自己的子女差不多年紀 對於這些年輕人為何要以身是法 他們都很擔憂 對於他們的未來 其實他們都覺得很惋惜 在這個部分 我們花了在每次工作坊 都有大概兩個小時的時間 給同事做一些互動的分享 在這一節互動分享完結之前 其實我們都有第二個活動給同事參加 這個叫做Visit圖卡的遊戲 當中我們給他們選一張抽象的圖畫卡 我們鼓勵他選一張可以令到 帶給他有希望和支持感覺的一個圖畫卡 去和參與一起分享的組員做一些分享 對於未來他們有什麼展望呢 我們同事分享其實很多時候 對於未來的展望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同事都希望香港 可以走出這個政治的風暴 如果天青可以回復適日和諧的氣氛 這個互動的環節完成之後 其實我們的心理學家就會 也都趁這個機會去做一些心理教育工作 在這段時間其實我們的同事都面對很多 創傷性的壓力 所以我們會藉這個時間 也都會教育他們去認識一下 什麼是創傷後的壓力 和會有什麼徵狀 我們其實鼓勵他們 每個人的壓力反應領 其實都可以各有不同的 要嘗試對自己內心 按照自己的步伐 不要強迫自己在短時間內恢復過來 我們提醒他們 要照顧好自己身心 除了均衡飲食 適量運動這些基礎之外 其實人際關係支持都是很重要的 而這個也都帶下去 其實今天知己部分的第二個環節 人際關係圈 其實在這場社會運動當中 有很多人都會利用了政治的取態 將人分成了藍黃量的陣營 互相貶低 甚至攻擊 所以在這個環節裏面 我們用一個心理學家 以一個 lecture 的形式 去嘗試從一個社會心理學的角度 去分析一些社會撕裂的現象 我們希望讓同事明白到 其實人對事情的理解 很多時候會受環境的影響 或者也都有一些 我們說 perception 一個感知的限制 所以在同一件事上面 大家的看法可以很不同 我們希望從這些講解之後 同事能夠對自己身處的環境 多一份覺察 亦都對持不同意見的朋友 或者家人有多份諒解 以走出修補關係的第一步 我們也都為人緣去講解了 例如一些概念 例如什麼是內外群體偏差 以及人這些認知偏差 這些我們所講的cognitive bias 怎樣會擴大人與人之間的分歧和思列 其實無論是什麼人都好 包括我們警務人員 都不能夠完全擺脫 一些我們的認知偏差所影響 我們希望通過教授這些 社會心理學的理論 提醒我們的同事 不要跌入這些會加深偏見 和敵視的思維陷阱底下 例如避免要非黃即藍 這些議員思想要避免 保持開放的態度 訓練我們自己都要接觸不同光譜的資訊 習慣多角度去分析事物 在這個環節裏面 我們也鼓勵同事 其實要和身邊的人多些保持溝通 嘗試多些用同理心去理解身邊的人 相處的時候 將大家的焦點放在大家的共通之處 其實有時候我們的共通點 可能是比分析多的 通過這個短短的社會心理學的短講 我們希望同事能夠走出第一步 和身邊的人去修補關係 而上午知己這個部分 最後一個環節的活動 就叫做意義篇 這個活動 我們希望其實 源自一個想法 就是其實同事面對著 來自四方八面的壓力 究竟怎樣才可以保持 做警察的初心和信念 在這個意義篇裏面 我們做了一個活動 叫做我的Ikiga Ikiga其實是一個 日本人的文化理念 我們借用了它 因為它是講一些 關於一個人覺得自己存在 生活的一些理由 我們借用這個概念 去幫我們和我們的同事 一起去探索一下 在這段工作生涯之中 這麼困難的階段 找回支持我們堅持 繼續做好這份工作的一些動力 那我們就製作了十款的postcard 現在你在螢光幕見到的一些postcard 我們邀請它 選了一張他們喜歡的postcard 之後就是會在後面 它可以填寫這張postcard 之後寫一個地址 寄回自己 而這個活動裏面 我們希望幫同事一起找回 當初為什麼自己想做警察的初心 其實在這份工作裏面 有些什麼是他喜歡的事 他自己擅長的事 他可以回歸到被警隊的事 或者這個世界需要他的事 還有我們也邀請他們 去寫下一句 在過去這一年裏面 他覺得最深刻 支持到自己的說話 原來我們發覺做這個活動之後 發現其實同事 覺得支持到他的事 其實可以是很簡單 可以是露人 一句打氣 一句加油 或者一句鼓鼓鼓鼓鼓的手勢 也都有很多 其實來自他自己本身 發自他本身支持自己的信念 很多同事都會說到 他覺得香港始終都是我們自己的家 他們也都相信絕大部份的市民 都是守法的良民 而社會如果有一天 還有人需要警察去幫忙的話 我們都不可以放棄 這些都是同事一些真心的分享 這張postcard他們填完之後 我們就答應了他 我們半年之後會再寄給他 我們希望他們在六個月之後 再收回這張postcard的時候 看自己當天寫過的事情 也都繼續堅持提醒他自己 堅持做好這份工作的信念 這三部份就是我們上週部份 知己的環節裏面的一些內容 工作坊的下週就是第二部份 知彼的環節 知彼的環節我們希望幫助同事 去理解到這場社會動蕩的發展 和一些示威者的心態 因為在上午的時候 我們已經做過一部份 就是用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 幫同事去理解 為什麼會有一些社會上 撕裂的現象出現 不同意見 但是我們的同事 仍然會有很多問題 在腦海裏面 例如 為什麼一些激在暴力的行為 例如火燒槍套 例如 真的撕裂一些人 去傷害一些無辜的市民 和自己持不同政見的人 在社會上 不是得到一致的譴責 或者甚至會贏得某一些人的同情 或者參與 我們希望通過下午這部份 幫同事理解到這些社會運動的發展 為什麼去到現在這個情況 我們這個環節 下午這個環節 是一個經驗分享的環節 來的 我們邀請到來自警察公共關係科 網聚科 營徵的同事 和警察談判組的一些同事 他們作出一些分享 我們希望令到我們的同事 能夠理解到 警隊在處理一些示威騷亂時 要面對的挑戰 藉由著 從不同單位在地上工作的同事 分析和他們的觀察 我們希望讓前線警務人員 理解到 其實示威人士都有自己的需要 示威人士可能都需要被聆聽 被尊重 或者他有一些的意念 希望給到社會知道 而社會上也都有一批 即是激進的抗爭的人 他對這場散修例風波 有自己的敘述 我們所謂的narrative 他們是怎樣去合理化 自己一些激進 以及暴力的行為 而通過網聚科 營徵方面的同事的分享 更加令我們的人員明白到 現今互聯網 和社交平台的力量 我們所謂的network 對示威運動的發展 和組織的影響 例如一些假新聞的發放 怎樣去挑起了社會上不同的人的仇恨 以至對警察的誤解 在這個分享的環節裏面 我們讓同事去理解多一些 在這個經驗分享的環節裏面 我們希望令到前線人員明白到 警隊要面對來自地上 和網絡世界上的挑戰 示威者一些極端 或者暴力的行為 怎樣被合理化 有時候更取得部分市民的同情 特別是年輕人的投身和參與 投身和參與 現在這些運動 我們帶出同事 我們現在大家要面對的挑戰 包括很多時候都會 我們被聚焦在執法部門 一些工作上可能不理想 做得不理想 或者有瑕疵的決定 以及我們要面對很多批評 例如警察使用武力 是否恰當這些挑戰 我們希望通過這些分享 令同事能夠理解多一些 示威人士的心態 或者他們一些過往的手法 去幫他們應對這些挑戰會好一些 我們心理學家 也會幫同事認識自己的限制 其實每個人面對壓力 或者挑釁 都會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臨界點 或者不同的限制 他們要留意 他們是不是自己 因為太疲倦 還是一些示威者的 某一些說話 或者態度 會是他們的限制所在 當明白了自己個人的限制之後 我們希望幫到他們 能夠作出一些 真的適當的選擇 適當的選擇 包括可能有時候 可能他們都要抽離一下 我們經常都會強調 希望他們互相照顧 如果你看見身邊的同事 可能他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要提醒他們 可能都要退後一步 我們也都會鼓勵同事 可以為自己準備一些 預設的對話 來應對一些示威者的挑釁 這些我們所說的語言誘導 其實是可以化解一些不必要的衝突 有時候一些出奇不義的行為 可能都可以化解一些緊張的氣氛 這張相片 其實我們都有用在工作坊 去做一個分享給同事 這張相片是拍攝去年的12月1號 在文化中心外面一個示威的場面 當天 比心心這個同事 其實是回應著對面一個 馬路上面 向他揮手的小朋友 那 這張相片在網路上面 對風傳也有很多正面的迴響 其實這位同事事後 也都在一個訪問那裏 分享過他一些想法 他說他不希望每次都跟示威者 或者在場的人士 包括記者 拉得關係那麼緊 他覺得其實我們都可以溫和一些 互相尊重 重建一個和平的社會 我們也都用這張圖片 去跟同事分享 提醒我們同事 其實我們每個人的行為 每個人的一個決定 其實都有機會改寫現在他們的故事 亦都在這個全日的工作坊裏面 作結的其中一個焦點來的 那我們通過希望整個下午的活動 讓同事能夠理解多些示威者的需要 和他自己自身 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和一些選擇 整體的工作坊 得來的回響都是很好的 那這些是其中一些 同事寫回來的一些 feedback 就會是 那在上午那部分其實很多同事都覺得 他們可以從一些心理學的分析那裏 學習到一些有效去改善 由分歧引起的人際關係的撕裂 還有很多同事都分享到 他覺得有機會可以釋放到 心裏面的負能量 可以讓他們有重新思考的空間 也都感到釋懷和重新鎮造 還有他們真是第一次有機會打開心扉 可以將行動以來一些情緒和別人分享 那這個都是令到我們覺得很鼓勵 那在下午那部分 其實呢 下午那部分的分享環節 那些同事都是很喜歡的 因為他們覺得呢 因為他們覺得呢 那個分享呢 不同的同事的分享 能夠令他們明白到自己 參與現在這個 答籃者行動背後的意義呢 更加明白到自己正在守護香港 還有更加重要 我們希望他們做到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都覺得自己 應該去了解對方的需要 要明白其實公眾一些的需要 其實我們有機會改寫現在這個故事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的工作坊呢 去到八月份呢 暫時要停下來的 那因為都不想聚集得太多人 那所以呢 接下來現在疫情慢慢緩和呢 我們希望現在的工作坊 會在九月底那裏再開始 那希望呢 所有前線參與防務工作的同事都能夠參加 那之後呢 我們都希望將現在這個工作坊的內容呢 可以滲入去其他的訓練裏面 讓更多的警隊成員可以接觸到 而在這個工作坊之中呢 我們都發現同事呢 很多都表達他們有興趣去修補 和身邊的人的關係 人際私底關係的一些學習的 所以我們呢 未來呢 也都會針對這方面呢 做一些盡心的工作坊 那在過去這一年裏面 其實整個香港都受著很大的壓力 和很多人都會有一些心理創傷 那所以我們也都會就著一些創傷壓力 和一些的支援和心理教育呢 在這一年裏面呢 會做多一些工作的 那而最後呢 也都要借這個機會是多謝很多人 因為我們其實只有11個同事 那要做二千多三千人的工作坊呢 其實並不容易的 那我們有很多義工朋友幫我們手 包括警察心靈團裡 我們基督教意樂團契 警隊團契的輔導員 還有我們最感動的就是 這個暑假裏面呢 其實都有來自不同院校的大學生 他們呢 就有來幫 在我們實習的時候呢 去參與這個工作坊的活動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是令到年輕人可以接觸到 真是前線的警務人員 讓他們了解多一些 其實警察都是一個普通人 都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而也都讓警察同事去了解回 現在的大學生 知道他們收到什麼的訊息 他們的生活環境是怎樣 為什麼他們有不同的想法 那所以我們都是很感動他們來幫忙的 那還有很多退休同事 在職的同事 都是以工方式來過來幫忙 和我們自己心理組的同事 那這個也是令到我們覺得 其實警隊都有很多人支持我們的 亦都讓同事感受到外邊社會的人 對他們一些的支持 那所以我都想借這個機會 去表達一些借意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呢 就來到這裏了 多謝大家 好 多謝 多謝 各位有沒有問題 是 教授 是 多謝主席 那麼想就很多謝警方的一個 那麼全面的心理方面的支援 一個很好的program 那麼就有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說其實現時警方 或者警隊以及他們的家屬 在心理問題方面的嚴重程度 就是那個本身的problem 是不是就是比較大 例如因為示威活動 而是需要接受心理輔導 或者可能是心理的支援 警方的數目 以及他們的家屬 會不會是都相當多 那或者是 反過來可能是 只是不是那麼多去 就是你們那裏去尋求協助的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呢 我都懷疑這個program 本身是一個一天過的一個project 就是可能是一個series of lecture 我就在想著就是 那個大家之間的互動夠不夠 那因為呢 通常這些program 如果它是有成效的話呢 一般可能需要是engage了那個參與者 然後讓它是有一些group activities的情況底下呢 可能才會能夠有些得著的 那所以我就在想著就是 它初步的成效評估 特別地在那個可持續性 因為它是一天 那會不會說一天過了之後 可能是需要之後有些booster呢 那主要兩個問題 多謝主席 多謝你的提問 那過去這一年呢 因為警察的家庭其實受了很大的壓力 那所以我們就將我們延伸的輔導服務 只是限於在職的警務人員 或者民職同事 那我們就擴展到他們的家屬 那去年其實我們的新個案當中呢 大概有六份一左右 是屬於一些家屬的個案來的 那這個當然是比過往多 因為我們都是新的擴展過去 近年的這樣 那所以我們都還要累積一些統計 去看回那個狀況的 那至於你說那個工作坊之後的跟進 那我們都有跟你相同的想法的 因為呢一次的工作坊呢 其實是未必夠的 那所以呢其實我們呢 都在那個工作坊之後呢 都跟參與過之後的同事呢 我們都問他們的同意 拿到一些聯絡 那我們有一些盡心的活動 那如剛才所說 他們想有興趣知道 處理人際關係撕跌 怎樣修補關係的工作坊呢 或者一些覺得創傷後壓力 想處理好情緒的工作坊 盡心的工作坊呢 我們會聯繫他們呢 再過來再參與一些盡心的工作坊的 那所以呢 我們都希望可以保持著 跟這些同事繼續有一些聯繫的 好 謝謝 有沒有其他問題 是 Sylvia 然後Alex 是 我想問是關於 前線警務人員的心理質素 你們的評估的 那剛才都聽到 就是說 你們會有些機制 就是譬如說 派一些同事到場 那我相信那些同事應該是 有心理 是心理專家來的 是嗎 是 是心理專家 那譬如說 有些重大的事件發生之後呢 也都是會跟進回 可能一班警員 或者一個警員的嘛 那其實都明白到 前線警員都是很大的壓力的 就是四方八面可能都會有事發生 那他們 就是開槍的心理質素都很重要的 所以我的問題是 就是 如果譬如發生了一件 譬如說重大的事件 譬如說 就是開槍 開了槍了 那其實對於一個警員 都是 都應該有一個壓力 如果譬如傷了一個人的 那你們那個 我想知道之後 那個評估 還有繼續 那跟進其實你們是會做些甚麼的 是 其實呢 在警務人開槍之後 其實警隊是有機制 他們是需要來接受 心理專家的面談的 就會是 那這個是在我們的 就是警務工作的機制裏面 所以 每位開完槍的同事呢 他們呢 都有機會來到 接觸我們的心理專家 那 除了做評估之外呢 其實我們是做很多心理教育的工作的 在那段時間 在那段時間 因為不代表開完槍 一定有心理問題的 不過 我們是會教育他們 預期自己 開完槍之後 會遇到些甚麼壓力呢 例如 可能是傳媒的壓力 可能是日後調查的壓力 這樣 還有之後 可能如果同事有受傷 那 他自己也都有身體健康上面的壓力 那 所以呢 我們在這段時間 我們都會做好 面見他的時候呢 是做很多心理教育的工作 那 還有如果有需要的個案呢 我們就會跟同事呢 去建立一個輔導的關係 那 所以都是 case by case 每個個案呢 是去看的 就會是 但是機制裏面呢 我們就一定會有 會照顧到所有開了槍之後的同事 好 謝謝 是 跟進 不好意思 開槍是一件大事 但是 除了開槍之外 有沒有其他事件呢 你們會歸留為一個比較重要的事件 需要有跟進 另外就是 如果發生完一個大的事件 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那個大的事件 那個定義是怎樣 就是 會歸有 沒有什麼機制是去 去看一下這位警員 可不可以繼續去執勤的 好 那 例如什麼是大的事件呢 那 在警隊裏面 其實我們的機制裏面 有一個叫做危急事故的 就是 心理支援的機制的 那 危急事故 例如一些突如其來的事 就是可能 例如有很多同事嚴重受傷 那 例如一些過往那年的事故 例如 我們同事被強水攻擊 那其實那天 除了嚴重受傷的同事 其實周邊的同事 都 目睹這件事呢 其實都會有壓力的 那在這些機制底下 我們就會接觸前線的指揮官 參與這件事的指揮官 去接觸他們 去安排一些小組 面見他們 參與過那件事件的同事 那些小組 其實除了是一個 教育他們的處理壓力之外 也都是一個初步的評估 看看有沒有個別的同事 有一些 一些嚴重一些的壓力問題 需要跟進的輔導 那所以呢 這個機制呢 其實一直都在我們的警隊 那個 照顧的機制裏面 那 你問 有沒有那些同事 適不適合執行工作呢 那也都要看個別的個案 去決定他的狀況 那 他們是否適合配槍的話 好看回他們自己的情緒 他們自己的精神狀況 那這個是需要個別的評估的 那 而單位的指揮官 也都可以有需要的話 要求心理專家 去幫忙做這些評估的個案 是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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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個需要你們的心理輔導 現在我們沒有一個 在600多個裏面有多少個 去年計算我們其實輔導的數字是有的 過去一年求助於警隊的新個案有278個 是2019年的 當中有206位是警察同事 其餘的就是我們的民職和家屬 民職同事和家屬我們都照顧到 過去一年新的個案 我們有206宗是屬於警察同事的 好 謝謝 Alex 有問題 謝謝主席 謝謝Ingrid的介紹 我們大家都明白現在警隊 警務人員和家屬都面對很大的壓力 我有兩個主要問題 第一個就是 你只有11個CP的同事 要做那麼多動態的分析 又要做那麼多工作方法 又要照顧二萬計的警務人員和家屬的心理狀況 你覺得這個人數的比例合不合適呢? 或者你們覺得資源上 會不會你們都很大的壓力 面對這樣的情況 或者這樣的人員 第二個就是 我都很關心 就像教授講的那個問題 如果有個別的警務人員 或者他的家屬 面對的心理壓力越來越大 甚至去到一些 疾病或者癌症這樣的情況 除了你去CP的一些 或者工作方法之外 未必能解決到問題 你會不會有其他的支援 譬如有些特定的精神科醫生 或者一些網絡 或者可以重新你們 可以做到多些工作 給他們減輕他們的壓力 以及醫治好他們的精神方面的創傷 多謝你關心我們的人手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警察心理服務房 有11位林潭心理學家的同事 我們的編制裏面其實增加了 我們其實有編制裏面應該有16個位 但是招募那方面 我們仍然在努力著 都希望社會上有多些 真是臨床心理學畢業的同學 有興趣加入我們的團隊工作 勇於面對挑戰的話 都歡迎他們加入 所以我們一直都會招募著 一些我們的空缺 希望可以填補到 至於醫療方面的支援 其實在過去這一年裏面 其實醫管局一直跟我們都有合作的 就是我們臨床心理學家 警隊的臨床心理學家 去直接轉介 同時去醫管局 看精神科醫生專科 不需要再跳多一重 要經普通科醫生的 這裏是其中一個支援 另外其實在社會上面 去年的care for all 那個program 其實它 由精神科學會那裏那個 帶頭的program 我們都有轉介一些同事 去參加那個care for all program 去接受一些精神科醫生 即私家精神科醫生的 consultation 那個program 其實最主要是所有香港的市民 都可以有數節的 即是免費的精神科治療 所有香港的人其實都可以去接受 我們都有connect了program 轉介一些我們警察同事和家屬 去接受一些精神科的診療或者服務 就會行 或者跟進一個問題 是 譬如是 因為警隊那個情緒那麼重要 是 我相信在那個人手的調度 即是前線的人手的調度 那些指揮官 各級的指揮官 都應該會知道有一些的指人 就說如果你下屬 即是有某種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去調度 那麼這些這樣的指引 或者是這些這樣的這種的所謂signal 你們會不會跟管理層方面 再談一談一下怎樣去做法呢 好 我們其實一直以來都有很多不同的指引 就於各輔導服務怎樣使用 或者什麼情況下 他要call for一個輔導的服務 其實在警隊的我們講FPM 即是我們False Procedure Manual 我們都寫得很清楚的 就會是 那麼我們也都有在這段時間 不斷都有做一些的訊息 去傳給前線的指揮官 請他們留意同時一些壓力的狀況 就會好 那麼我們都會繼續繼續做這方面的工作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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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問你 我想請問你 我們了解你和你的unit 是不是主力都是做那些事後的治療 或者診療 就是事後的嗎 多數都是 其實我們兩方面都有做的 我們都做很多心理健康的推廣 其實的工作 即是心理健康的教育的工作 我意思是 譬如一個紀律部隊的人員 在一個recruit claim的時候 即是在一個警校的時候 將一個普通的人 將他磨了一個心理 變成一個純粹聽紀律的人手 其實那時候是一個心理上很大的轉變 即是由做的 又不做到你passing out的時候 其實你們 我不知道 會不會你們 在警察學堂那時候 在訓練一個警務人員 不管是officer 或是PC都好 已經你們有些參與 在那裏 在磨練他 由一個普通人變成一個discipline process的時候 如果在那裏做了一些前線的功夫 對於他們之後 會不會是更好呢 我以為你們是專家 所以要這樣問你 其實一直以來 我們都有參與在警察學院裏面基礎訓練 即是無論他是一個 入職是警員也好 或者建習督察也好 都有其中一節課 是關於壓力管理 是由我們警隊的臨場心理學家負責的 還有對於前線的一些初級的警務人員 當他們離開學堂 我們passing out之前 我們也有警隊的心靈團隊 一個我們彭貝輔導的一班 就是義工的同事 也都會走進去學院裏面 跟他們分享一些他們的預期 將來出去 真是在街上工作的時候 會遇到什麽壓力和轉變 也都幫他們適應的 所以我們兩方面 由彭貝輔導的方向 以及心理專家方面的一些教育 壓力管理的教育 其實一直都是在做的 在學堂那方面 都希望幫同事打好底 有一個基礎 幫他們去面對工作的壓力 其實我想提醒一些 做心理學和心理醫生 普通人覺得很簡單 我講我的經驗就是一段時間 晚上兩點 我做律師 就跟一個被捕人士 給口供 當時CID進去 他都說工作過了時間 在路比口供的時候 其實我坐在旁邊 那個CID問他拿口供 突然間那個CID就跳起來 他變成他第三、第四個人跳出來 他就問我東西 問完我就問那個被捕人士 變成我是主角 他就跳離了這個環境 我就不記得他有沒有拖槍 我們當晚上未必看到的 然後我就出去跟你們的Stations 沙錢說 我說你們的兄弟有問題 精神病我 他自己跳來了 不肯問我拿口供 我拿一句寫完 問那個拿口供 不應該問我拿 但Stations 沙錢 我都明白的 我不會說在哪個警署 他就說沒事的 我不管 他可能不想 他有一個原因 他會被捕人士 再給口供的時候 那個人越來越瘋 我說 你再不理這件事 我要你寫下我今天講的事情 他就逼著要來了 然後就拿開了 那件案子結束 他寫了那個note 然後就給他上頭看了 看完寫到不像什麼 所以我記得是放了人的 因為他那裡一亂了 我們一定為我們的客人去講 這件事不像樣 所以我想提 就是你們不要覺得心理問題是簡單 因為你們那些人拿著槍的 有一點點 alert 不要只看不到 我想提醒 OK 多謝 多謝你的提醒 你的經驗亦都說給我們聽 其實心理健康 預防工作是很重要的 還有要提醒我們周邊的同事 大家都有個認識 知道有一些壓力的狀況的時候 要早些去尋求協助 多謝你的分享和提醒 多謝主席 我想有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你講到那個知己知彼 關於FOO 就是反修例的運動 其實在我們那個專題報告 我們都有講到 我們當時有做了兩個檢查 找了UCL 就做了一個警隊警方的人員 對於自己認知自己的工作方面 你們編制這個 製造這個工作方案的時候 我想問問有沒有考慮到 survey 裏面那個 review出來的結果 就是說有很多警務人員 其實對自己的工作 都很認知很深的 沒有移動過他們的初心 各方面的事情 那你做這個program的時候 有沒有看回UCL的結果 做一些參考的呢 其實我們有看過要答案的 也看了監營會 那50多個建議 所以我們也綜合了不同的看法 我們希望其實他們堅持自己的信念 其實是要不時提升的 其實是這樣 我覺得不可以 因為他們說自己很有初心 我們就覺得我們可以放鬆下來 我們都希望他們可以不時 都會提醒自己 我們做好這份工作的信念是甚麼 所以我們在工作方面的內容裏面 加了一些這樣的環節下去 其實那個報告在我們的報告裏面 就只是報告的卻要來的 那個整體的報告其實在我們網站都有的 或者都值得去參考 或者你們有空可以參考那個整體的報告 其實他整體的報告 你說得很對 如果他說有初心你未必一定相信他 但是當然他經過很多的測試 其實都有他一定的準確性在裡面 或者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剛才你們說得做了很多事情在這方面 但是我覺得主要的這一點就是 在那個管理的那個層面裡面 都是一定要看回每一個指揮官 都要比較明白他們的人的心理狀態 所以變成是需要你們的指引 而且去管理人的時候 就是可以知道如果一個人已經開始 接近了他自己的靈界點的時候 又怎樣去管理他 這些就是管理學裡面很基礎的東西 我相信警方這方面一定會注意 主席我想補充一下 剛才有委員問過 是關於我們在整個警隊的一些 心理輔導或者一些培訓的 其實在我們的基礎訓練裡面 就是剛才有英桂講 我們的校警和我們的建習督察 它在基礎訓練裡面 其實我們已經有一個警政心理學 是納入了在他們的訓練課程裡面 而他們在其他在職的警員培訓裡面 我們亦都有壓力管理 情緒管理 還有情緒警號和求助途徑 這些環節在不同的 他們的進修課程裡面 我們都有包括在這裡 而且我們亦都有一些工作方 是給警司級或以上職級的同事去參與 正正是主席你提出的 除了同事本身的心理健康 或者他怎樣懂得面對他的壓力之外 我們亦都會為我們的管理人員 提供一些資訊 讓他更加可以了解我們每一位警員 他當時的情況 還有我們不同的警區 不同的階級的管理人員 其實和心理服務課都很有密切的接觸 其實每遇到一些問題 因為千變萬化 我們遇到一些問題 因為我們其實經常打電話 被英格請教他們 可以怎樣做 或者幫我們的同事 讓他們見一見 接受一些專業的解說 所以我們在不同的環節 都是很加強有關這方面的心理的輔助 非常多謝 我想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非常多謝Ingrid 今天幫我們分享 我們進入下一個議題 下一個的幾個議題都是請警方的代表 和我們講講的 第一個就是關於那個投訴科的 這個編制的每月的統計的數字 或者先請警務處的代表和我們講講 好嗎 好 好 頭八個月 投訴警察科 一共收到763宗的需匯報投訴 其中92宗是涉及反修例公眾活動的 投訴整體較2019年的同期 接獲的1029宗是下跌了266宗的 相等於25.9% 另外在頭八個月也都有343宗 以表達不滿機制處理的投訴 較2019年同期的456宗 是下跌了133宗的 相等於24.8% 在這八個月的763宗需匯報投訴當中 輕微指控的都是佔大多數的 即是途中紅色線的範圍 包括有疏忽職守 行為不當或者態度欠佳和粗言慰語 是一共有624宗 是佔整體的81.8% 其餘嚴重的指控是包括有嘔打 恐嚇 濫用職權 列造證據 是一共有139宗 佔整體的18.2% 在圖中淺綠色看到的疏忽職守裡面 是佔了351宗 行為不當或者態度欠佳 是有259宗 粗言慰語有14宗 在這頭八個月的輕微投訴裡面 624宗是比起上年同期的879宗 是下跌了255宗的 相等於下跌了29% 至於在嚴重的指控方面 圖中灰色的部分就是毆打 有93宗佔整體的12.2% 恐嚇有8宗佔1% 濫用職權有31宗佔4.1% 列造證據有6宗佔0.8% 而其他罪行則有1宗 盜竊的投訴佔0.1% 在今年頭八個月接獲的139宗的嚴重投訴 比上年同期的150宗 下跌了11宗 相等於7.3% 以下下來就在2020年1月至8月收到的 投訴總類和2019年同期作出比較 在疏忽職首方面 是由518宗下跌到今年的351宗 下跌了167宗或者是32.2% 行為不當或態度欠階 是由341宗下跌到259宗 下跌了82宗或者是24% 另外粗言畏語就由20宗下跌到14宗 下跌了6宗或者是30% 至於嚴重的指控方面 嘔打是由104宗下跌到93宗 下跌了11宗或者是10.6% 恐嚇是由9宗下跌到8宗 下跌了1宗是11.1% 濫用職權就由28宗輕微上升到31宗 上升了3宗或者是10.7% 列造證據就由9宗下跌到6宗 下跌了3宗或者是33.3% 下跌了3宗 下跌了4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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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32.1%的需回報投訴 當中是涉及661名的投訴人 以及1286宗的需知回投訴 百分之67.9%是涉及8409名的投訴人 在這些反修例事件的需回報投訴裏面 亦都是輕微的指控是比較多的 總共是有404宗是佔百分之66.3 亦都是途中顯示紅色線的部分 在行為不當裏面是有221宗佔百分之34.8% 疏忽職手是有118宗佔百分之19.4% 沒有禮貌是有43宗佔百分之7% 粗魯無禮是有18宗佔百分之3% 粗言慰意是有13宗佔百分之2.1% 至於嚴重指控方面 總共是有205宗的 在毆打當中佔了106宗是百分之17.4% 濫用職權有88宗佔了百分之14.5% 恐嚇有9宗佔了百分之1.5% 列造證據是有2宗佔了百分之0.3% 接下來我想回報一下反修例公眾活動有關的處理投訴的方法 就著這609宗需回報投訴裡面 是當中涉及661名的投訴人 投訴警察課已經聯絡了當中的522人 百分之79 當中178人選擇全面調查 145人選擇投訴撤回 81人暫時以有案上載審理中處理 57人以分類為無法追查 52人還未決定以甚麼方法去處理他們的投訴 最後9人選擇透過簡便的方式去解決 另外我們警察投訴方法也聯絡了另外131人 但是到現在沒有對我們的聯絡作出任何回應 如下還有8名的投訴人 我們將會繼續聯絡的 以上就是關於反修例事件的一些投訴的數字的回報 好 或者再請你跟我們講講 我們的審視報告裡面 52個建議現在的跟進情況 好 麻煩主席 就著跟進監警會專題審視報告提出的52項建議 好像上次在會議中也都會報過了 保安局局長督導的專責小組 已經在5月份的第一次會議裡面 將相關的建議分為5個範疇 並責成警務處設立5個工作小組是跟進的 這個範疇是包括 一 加強公眾信息發放和檢討預傳媒的關係 第二 是檢討武力使用的指引 第三 改善臨時機留處的安排 第四 優化警方行動部署和策略 第五 加強警隊內部管理協調和培訓 警務處5個工作小組已經積極展開了跟進的工作 相繼來定了工作範圍 並按相關建議的複雜性和迫切性 定出了檢討的時間表 各個工作小組也都已經在專責小組8月份的第二次會議中 匯報了工作進展 而專責小組也都在8月底向行政長官提交了進度報告 相關的工作進展 我接下來會匯報三項已經完成了的建議 第一項 就是建議裏面的第20項 是涉及更有效地運用水馬 由於水馬的教鐵馬是更高 更堅固 可以加強警方的防線 減少前線警務人員和暴力示威者的衝突 警方在過去一年已經添置了2200個水馬 並且在超過60個地方使用 包括政府總部 警察總部 有效地減低了相關處所被衝擊的情況 警方也都會繼續按實際行動的需要 適時添置或者靈活運用這些水馬 以加強警方的防線 第二項的工作就是建議裏面的第48項 涉及檢討主動與其他部門 或機構召開新聞發佈會的制度 警察公共關係科已經和政府新聞署進行研究 改善相關啟動的機制 並落實跨部門的協調措施 以更快捷和更有效地去澄清一些假新聞和謠言 加強公眾對政府聯合行動的理解 第三項完成的工作就是建議裏面的第52項 是有關若果將來有需要使用臨時機樓署 應考慮選擇不太偏僻的地方 挑選位置的時候也都要考慮合理距離之內 是否有醫院和救護站的 警方同意審視部據裏面提出的選子考慮因素 並且已經完成了檢視現時各個臨時機樓署的選子 確定了五個六路總區各指定兩間警署為合適的選子 適合於大型公眾活動中用作處理和機樓被捕人士 例如紅磡警署和壽茂平警署 因為它的位置交通比較便利 附近也有一些公立醫院 已經定為西九龍總區和東九龍總區的指定臨時機樓署 並且在9月6日的公眾活動之中 是用作處理被捕人士的了 除此之外因應監警會在審視報告裡面 提及新屋嶺購留中心的拘留安排所作出的觀察 警方再次檢視新屋嶺拘留中心的環境和配套設施 考慮到新屋嶺購留中心的設置和設備 同意新屋嶺購留中心目前的條件 是不適合在大型公眾活動中 用作處理被機壓的被捕人士 並由今年6月底落實停止 使用新屋嶺作為大規模拘捕行動的臨時機樓署 就此警方也都已經向保安局專責小組提交了政策聲明 並得到專責小組的確認 最後我也都希望提及一下第九項建議的跟進工作 即是檢討是否有需要與傳媒共同草以一份工作守則 讓警務人員及記者在履行各自的職責之餘 亦可確保各方安全 就住這項建議 《警察公共關係科》 已經主動邀請四個傳媒協會 就理順採訪安排提出意見 《警察公共關係科》 也都在9月3號發信與四個傳媒協會 增加警方執法的困難 同時更妨礙了記者的採訪工作 上述的情況極之不理想 警方會繼續努力與傳媒機構尋求共識 透過互相尊重和理解 令雙方都能夠各施其職 一方面令到警方在公眾活動現場有效執法 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 同時也可以在行動之中及情況許可之下 盡量配合傳媒的採訪工作和提供方便 協助專業記者向公眾報導事實 目前各個工作小組會繼續積極進行各項建議 警方會向監警會適時匯報跟進行動的進展 以上是有關52項建議的匯報 多謝主席 多謝 我想基本上你們匯報都做完了 我或者看看各位委員有沒有問題 多謝主席 然後Kleman 是不是Kleman你先講 Kleman你先講 好 多謝主席 關於就那52個建議 剛才多謝警方那邊的跟進 現在有五個專責小組 好 剛才也講到第九項 第九項關於跟傳媒那個希望做到一個 大家可以接受的工作守則出來 也是知識到警方已經是跟新聞界的組織會面了 好 我想在這方面問一問 向前看 現在那個跟進的情況 是大概會怎樣走法 達到一個共識的時間 會不會有一個時間出來 或者還在進行著 是什麽的情況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也是關於第48項 剛才你講到 說是跟其他部門和機構 召開這個新聞發佈會的制度 檢討工作已經完成了 在這方面來說 也是想問一問 警方想著完成了之後 現在在這個機制那方面 是會怎樣操作法的 落筆是怎樣做法的 兩個問題 或者請你們先回應 然後請沿浩副主席 有些問題 那我先回應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那個新聞發佈會 那個啟動機制 其實就已經出了一份指引 就是說在啟動機制裏面 我們會考慮五大的重要因素 第一個就是說 在這件事件之中 如果需要一些很高的政府的人員 或者警隊的人員 要作出回應的時候 我們就是其中一個考慮的因素 而第二個因素就是說 如果是牽涉其他政府部門 或者是組織的 而這單一事件是很大件事的 我們都會考慮去行這個機制 第三就是可能說 傳媒是提出很多提問的 關於某一件重大事件 還有就是說可能我們 官物論我們做了多少澄清 都是好像適類不到一些疑慮 或者甚至乎一些所謂虛假的消息 最後一個要考慮的因素就是說 我們有必要去開這個 跨部門的記者招待會 是釋除一些公眾的恐慌 還有令他們更加了解到政府部門 在這個事件裏面所採取 或者將會採取的行動 這個就是五大的考慮因素 我見到你們時不時 都是用了一些Facebook的廣播 是 其實那些都是很即時的 其實在那個Facebook的廣播裏面 如果是比較大型或者牽涉到多部門的 你們都可以考慮和這些部門 一起做這些Facebook的廣播 這個都為考慮之列 是 另外就著說和傳媒的工作守則的進度 好 就著和傳媒那方面 這個工作守則或者等我回應 其實我們處長在2020年的五月 其實已經和四個傳媒的協會 包括新聞行政人員協會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 香港記者協會 和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代表是會面了的 就著雙方面 警方和新聞工作者 在一些現場採訪遇到的問題 我們作出了一個很坦誠的意見交流 變成這些意見的交流 就是我們制定這個守則的一個初步的初階 這個是在一個管理層面上我們是進行著的 另外一件事在一個工作的層面 在那方面 其實我們在今年五月開始 我們的傳媒聯絡隊的工作人員的人數 已經的編制是擴大到300人 我們希望在一些現場的環境 尤其是一些大型的公眾活動裡面 我們多一些傳媒聯絡隊的同事下去 協助我們傳媒採訪工作 便利他們的工作 也都保障他們的安全 這一方面在一個實際的行動我們是在做著 我們亦都是透過在管理層 或者是一個工作層面的交流裡面 我們是在做著一個意見的交換 對這個日後是制定這個工作守則 是奠定這個基礎的 整個工作由於這個工作小組 其實成立到現在都是兩三月的時間 我們是在很積極地跟進著的 如果有一些確實一點的情況 我或者在下一次 或者在將來的聯席會議 再向各位報告 好 謝謝 副主席 主席人可否有一個跟進問題 副主席人可否有一個跟進問題 好 請請 還有這個任務員 以及這個任務員 這個公眾現在看到 在公眾的層面 都很大關注說 警隊是否在用適當的武力 這些這樣的問題 會不會都是跌了 在這個機制會做一些 針對性的一個回覆 或者做一個回答 在這個媒體裏面 就著剛才陳委員 提出那兩個公眾關注的 孕婦事件 以及12歲少女事件 其實兩件事件 都是在9月6號在旺角那裏發生的 其實在同日 我們在我們的警察的Facebook 其實我們已經作出了澄清的 由於這兩件事的情況 基本上都是源於我們一個 在一個公眾活動的一個執法行動 所以我們就是由我們警察的公共關係科 來作出了這個澄清的了 褲主席 是 多謝主席 因為這個反修例公眾活動 就剛才揮報了一些數字 其實令到那個投訴個案 就有所增加 尤其是去年下半年 現在都落見那些數字似乎都有回落 當然投訴警察科和我們監警會 就這些投訴個案 我們現在是積極地跟進 希望盡快就可以處理了 但是我也想問一問跟進 因為今年5月 警務處處長曾經說 即使是沒有投訴 如果他看到一些就警務人員嚴重遺紀 或者違法的行為 他會主動調查的 也都說了會成立一個誠訊審核行動小組 是加強關於這方面 督道監察有關警務人員的操守 當然這件事我們當然歡迎 因為亦都是積極回應一些希望 在警察各個表現方面 可以是符合公眾的期望 亦都可以及時制止一不適當的行為 這方面我想跟進一下 這個行動小組是否已經開始運作呢 還有他會否定期有些 關於處理的這些相關的個案的性質 或者數量或者結果 會交代一下呢 還有這個小組是否會常設的 謝謝副主席的提問 這個誠訊審核行動小組 Integrity Audit Action Group 其實是屬於 投訴及內部調查科裏面的其中一個單位 這個小組其實在5月29號已經成立了 是一個常設的單位 當中基本上有15名成員 由一位警司是負責帶領的 而亦都是由助理處長服務質素 是直接向警務處處長匯報他們的工作的 這個行動小組呢 其實它設立的目標 其實主要是三大的工作範圍 第一就是主動調查人員涉嫌嚴重 違規違紀甚至是違法的行為 第二就是及早識別 有潛在風險的工作流程加以改善 還有就是第三方面 就會加強對人員行為操守的監察和監管制度 其實自從這個行動小組成立至今 其實已經主動審視了多宗人員 涉嫌違規違紀的個案的 除此之外這個行動小組也都會作出一些督道責任的調查 即是說在個案裏面 除了一個個人的行不當的行為之外 這個小組也都會審視相關的督道責任的 然後就會向處長提出改善的建議 除此之外可能大家在報章裏都會有聽過 其實我們也就著這個小組的成立 我們也都將會推行一些管理的措施 第一樣其實已經是開始進行的就是 在今年2021、2022年度的高級警司 警司和總督察的晉升的申請裏面 我們已經是要求了這些參與這個晉升選拔的同事 是要申報它的財政狀況 而這個申報財政狀況 即是Financial Declaration 其實也都在完成了這個 高級警司制度總督察的選拔的 輪選這個期間之後 在明年的時候也都會推延到原作級那裡 另外一件事就是關於一個致願驗讀的措施 我們也都很積極地做了一些計劃 我們希望可以在今年的第四季 我們是會一些擔任敏感職位的同事 是會接受這個自願驗讀的計劃的 如果在個別個案裏面 如果是有需要的時候 然後這個誠信審核行動小組 或者我們的官方就會向公眾 就是公布他們的一些工作的程序 如果在日後有一些相關的個案 或者一些新措施呢 我亦都可以在這個聯席會議的裏面 向各位是作進一步的匯報的 只剩一句而已 我覺得適切地增加這個透明度 對我想警方那個形象方面 我覺得是很大改變的 因為其實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希望呢 就是有少數的警員來說 在這方面如果做得不好 可以加以改善 或者是預防更加好 希望在這方面可以反映一下 即是這些數字增加這些透明度 令到公眾知道 其實除了投訴之外 做得不好的 沒有投訴都一樣有跟進 有其他問題 我想跟進剛才主席 想提出的兩點 我聽到警方用Facebook 當然是一件好事 因為這個是多些用那個社交的媒體 但是我想知道 第一就是說 究竟警方知不知道 譬如那個點擊率 還有是哪一類型的人 去參考參與這些Facebook 第二點就是說 剛才提到 有些很多被受公眾關注的事項 如果那個在Facebook 不是很榜受大家的關注的話 我覺得應該都要考慮一下 別的媒體 別的方式 令到多些人明白到警方所做的措施 現在很多人Facebook都不是怎樣用 開始用Twitter 是嗎 就著剛才說 對於我們警隊Facebook的意見 我會回去跟我們的 警察公共關係科再反映 至於剛才說 Facebook可能不是一個唯一的方法 其實在我們今年教組的時候 其實我們警察公共關係科 其實也有一個直播隊伍 在過去去年的時候 大家看到很多新聞片段 或者在網上看到的片段 永遠只是拍到我們警察在做事 拍不到周遭的環境 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是特別加設了一些人手 在警察公共關係科 他們是會做一個live的podcast 所以就可以令到市民 可以多一個角度了解 現場發生的甚麼事 當然科技又日新月異 我們警察公共關係科 其實不斷在找一些新方法 是增加我們的接觸面 我會將你們的意見 就回去反映給你們聽 希望我們的點擊率節節上升 阿波 你有問題嗎 我想我們大家都留意到 最近有一些涉及去年反修例活動的 一些案件都是經過法庭的審理 而一些法官在他們做判案的時候 對某些個別的警員 都是一些負面的批評 包括了作出一些不誠實的證供 沒有恰當到依據著內部的指引 去處理某些證物 或者是可能涉及使用不正當 或者過分的武力 這些案件或者法官的一些批評 都引起了我真的不少公眾的關注 亦都受到傳媒幾廣泛的報告 我想或者邀請警方借這個機會 或者可不可以向公眾解釋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就是就著對一些個別警員 由法庭提出一些負面的批評 警方有沒有制度是有些跟進的行動的呢 第二就是警方對於警務人員 出席法庭的聆訊或者是作供 有沒有一些訓練或者準備的制度呢 多謝委員的提問 或者我在這裏借這個機會解釋一下 我們警方是對於一些法庭案件 被判無罪之後 我們的一些跟進行動 其實每一個法庭案件 如果上了法庭之後 那個案件被告是被判無罪的話 其實每一個警區負責刑事調查的警司 是會將每一個個案去審視 會看下究竟這個案件是脫罪的原因 究竟是警務人員的證供是不穩妥 其他證人的效工有問題 或者其他證據有些什麼事情發生了 他們每一個個案都會做出這個審視 如果就著個別警務人員 他在法庭的表現是有問題的話 我們是會進行一個紀律覆檢的 在紀律覆檢之後 我們會將有關的資料 是呈交一個律政司 作出一個尋求一個法律意見 如果他真的有一些違紀違規的行為 我們是會作出一個紀律的聆訊的 就著另外有時候在法庭上 也都有一些對我們同事在執法過程 或者在庭上的表現 也都是有一些評語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或者是現在我們在處理 其實我們警察投訴科 也都會看著那些案件 我們如果是有需要 我們都會開一個個案去跟進 或者在法庭 也都會將他們一些這樣的情況 轉介給我們警察投訴科 所以在不同的方面 我們都會就著一些 不是很理想的表現 是會作出一些跟進的 另外就就著 在法庭上可能有一些負面的批評 就是我們同事上法庭 給口供的時候 他那個表現 究竟我們有沒有一些訓練呢 其實由我們學警 和我們建習督察 在他們的基礎訓練課程開始 其實我們已經有一個單元 就是給他們出席一些無疑法庭的 會講解給他們聽 一個法庭裏面 那個作曲的情況 他們要留意的地方 另外就在在職訓練裏面 就因應不同的崗位的需要 我們也都會加入這個元素 例如一般性來講 負責刑徵的同事 或者一些原作級的警員 他需要出庭給口供的機會 是比一個督察階級更加多 或者比一個處理內部工作的同事的機會 比較多 在這些訓練課程裏面 我們也都會加入這個無疑法庭的單元 令他們更加熟習 上法庭時候的表現 或者要求 除此之外 我們也都定期 是透過不同的分享會 或者座談會 或者講座 也都提升同事出席法庭的 作供的表現 例如在剛剛9月3號 我們警察學院也都舉辦了一次 知識管理的分享會 請了一些有經驗的法律界人士 來分享上庭作供的經驗 和一些法庭的程序 讓我們不同的同事 都可以在這方面的認知加深 這個是我關於這方面的報告 好 多謝 有沒有其他問題 如果是沒有其他問題的 那今天的議程 基本上已經到最後一個 有沒有其他事學 請問大家有沒有其他事學 沒有 好 如果沒有其他事學 我們今天這個會議 就到此為止 今天結束 多謝林處長 各位 我這裏再次多謝主席 還有剛才國會委員 對我們的提問 還有給我們的意見 我理解到 大家都很著重我們警務人員的誠信 行為和表現 包括是想法庭的 我可以在這裏和大家講 我們是跟進每一個個案 仍然和剛才各位委員所講 如果我們發覺 我們的同事有任何的表現不理想 或者行為 其實除了有投訴機制之外 我們管理層一定會主動介入 多謝 好 多謝 好 今日到此為止 多謝 各位 下午好 我相信今天 你都看我們那個 和警方的會面 會議裏面 都聽到我們今天所跟進的事 我們最主要的現在工作 有兩方面 一方面 就是跟進我們的審時報告裏面 那52個提議 那個進度的情況 今天你都聽了警方的報告 我們也都 我本人 包括秘書長 包括我們的委員 都非常重視這52個建議的進度 現在就有三事做了三個 但是最重要的很多點 尤其是我們認為比較重要的 當然就是警方下一步的培訓 和他們使用武力的指引 但是這些是他們需要 警方跟我們講 需要時間去做研究和部署 這方面我們都會繼續跟進 今下午你們看到 我們警方都請了一個 臨床心理學家 跟他們講 就是下一步警方 想做這些培訓的基礎工作 怎樣是將他們的警務人員 本身他們的心理的狀況 輔導方面是做得更好的 但是這方面的工作是長遠 所以變成是需要時間 我們會繼續跟進 另一方面就是社會關注的幾個問題 我們今天的委員都有跟警方提過 大家都聽到了 不需要我再講了 另外的就是 因為反修例的事件裏面 我們都有很多的投訴的個案 我們每一個投訴的個案 都是我們視為一個重要個案 所以就是我們的重要個案的小組 就是阿謝主席 就是跟我們去處理這件事 那關於這些投訴個案現在的進度 或者我請秘司長和阿謝副主席 跟我們講講 好嗎 好 多謝主席 我請這個機會都想跟大家匯報一下 關於反修例事件引致的 對警方的投訴 警方調查的進度是怎樣 或者我們審核的進度是怎樣 由去年6月開始 至今年9月4日 由於反修例事件引致的投訴個案 總數有1895宗 涉及有9070名的投訴人 當中三分之一的個案 即609宗 是屬於衰匯報投訴的個案 由661名的投訴人作出 涉及的指援有107項 餘下的三分之二個案 即1286宗 是涉及8409的投訴人 這些是須知會投訴的個案 以這個個案的性質來分類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個案 即205宗屬於嚴重的指控 包括是嘔打、捏造證據、懶弄職權 如下三分之二個案 即404宗 是屬於投訴比較輕微的 是行為不當、不禮貌 或者是疏不職守 直至9月4日 609宗的衰匯報投訴個案 我們監警會已經從這個 投訴警察課接收了308宗的調查報告 即是說 投訴警察課是完成了308宗的調查報告 是向監警會提交的 涵蓋的時段是由去年的6月到今年的5月發生的一些投訴個案 除了這308宗 如下有224宗 投訴警察課仍然在調查當中 亦都有77宗的個案 由於投訴人是涉及其他的罪案 那變成了 投訴跟他涉及的個案 是有相關的 所以暫時 投訴工作需要暫停 我們收到308個調查報告 當中有79個個案 是投訴警察課全面調查了 是佔25% 有116個個案 投訴人是表示撤回投訴 有104宗個案是列為無法追查 而9宗個案 投訴人是選擇了透過簡便方式去解決 我們收到308個個案 到目前為止 去到9月4日 我們通過了98個個案 包括了59個投訴撤回的個案 26個無法追查個案 7個透過簡便方法解決的個案 另外6個個案是有一個確切的結果的 結果就是有兩個個案是獲證明屬實 一個個案的使用是未經舉報但證明屬實 有三個個案 有三個個案經過調查之後 並無過錯 在審核這308個個案裏面 直至到目前為止 我們一共向投訴警察署提出了208次質詢 當中涉及有441個事項 這些事項包括澄清個案的資料、背景 盡量提供被投訴人的身份 提供這麼多證據 或者交代當時行使警權的理由 在去年6月至到現在 現在是有609個領域投訴個案 我之前都講過 在今次的事件有一個很… 我們有一個觀察 就說由一開始涉及這個記者的投訴 其實是很多的 到目前為止 這609領域投訴個案 當中有137領是由傳媒的工作者 即是包括記者作提出的 涉及有199個指控 包括行為不當、濫控職權、出言畏語 還有少數有6個指控是涉及嘔打的 涉及傳媒的投訴137領 到目前為止我們是通過了16領 這16領有15領是投訴人主動撤回這個投訴 現在中是無法追查的 那些指控包括行為不當 譬如說阻礙那個記者在拍攝報道 不禮貌或者呼喝 要他上路面、上行人路 另外又是用盾牌、推路 亦都有少量的指控是說收不職守 即是說當時的警務人員是沒有便利 這個傳媒作採訪工作 剛才大廚主席都說了 所有由於反收入事件引致的投訴個案 我們都會由嚴重投訴個案委員會 即是謝偉銓副主席領導的一個委員會去處理 或者那個詳情我待會有些甚麼分析 我會給副主席 最後一次我說說 我們除了審核這個報告一定會是公平公正 我們都很嚴謹之外 其實由第一日開始 投訴人作出這個投訴 當投訴警察課去接見 回見這些投訴人或者現場守證 我們都會派出我們的委員 或者我們的觀察員去現場 去作這個觀察員的任務 由於去年到現在所發生的投訴個案 我們其實總數是去了870次的觀察 出席率是100%的 即是說所有由於反收入事件引致的投訴 投訴警察課和投訴人的會面 現場守證 我們都有我們的觀察員 或者我們的委員是在場的 或者我的回報是這麽多 好 多謝主席 各位傳媒朋友 大家好 其實就自從我們五月發表了這個 專題審時報告 好像剛才主席講 我們是全力的跟進 我們提出52個改善建議 落實的進度 剛才主席都已經匯報了 另外我們都全力在這裡 督道有關修例的大型公眾活動 衍生的那些有關的投訴 剛才秘書長已經把這些個案分析給大家 其實我想說回 截至9月4日為止 我們監警會通過了98宗 有關這些投訴個案的調查報告 但是我們觀察到98宗個案中 其實有接近九成 包括投訴撤回有59宗 和無法追查有26宗 就是總共85宗 接近九成 我們變成需要在這裡來講 希望提點其中 雖然他們投訴有關的事宜 都是比較輕微的 包括有些警員的態度 或者延遲無禮 有些輕微的疏忽職手等等 但是我們都對這些所有個案 其實包括剛才我們提到的 有這個撤回 投訴的撤回或者無法追蹤 我們都是非常嚴謹地去跟進的 很多時候無法追查 主要是投訴人 未取得投訴人的合作 在這方面其實是 如果剛才我說過有九成是這樣 其實我們認為都不理想的 所以在這裡希望 作出投訴的有關人士 他可以積極地提供全面真實的資料給我 還有提供我們監警會在這方面 或者是投訴警日科 在這方面是一個適時的提供 因為最主要有很多時候 如果有些資料太遲的時候 我們在跟進 投訴警日科跟進的資料方面是有問題的 舉例一些錄影 他有一段時間有些商鋪 可能是已經的錄影 就不繼續傳當的了 但是另外我希望提出幾點 就算對於投訴撤回或者無法追查 其實我們監警會在處理的過程方面 都非常嚴謹的 首先如果你列為投訴撤回的個案 我們一定要拿到 由投訴警察科和投訴人的對話紀錄 這方面或者是書面上的一些證據 即在這方面是撤回的問題 另外投訴人作出撤回一定要親自作出的 至於無法追查的那些 我們其實都會根據手上有的資料 會跟進的 另外無法追查我們都不是隨便放過的 首先其實要投訴警察科 必須起碼三次不同的時段支點 有關投訴人三次 另外也要跟進的書信 起碼兩封的書信 或者嘗試其他方法聯絡那個投訴人 或者他如果有律師代表 我們都會聯絡個律師 在這方面我們希望盡可能找到這個投訴人 而他們可以提供更詳細的資料 給有關那個投訴個案的跟進 我們剛才說過如果投訴人是不合作 但我們都會根據手上有的資料去跟進 究竟可否確立到有關的投訴呢 簡單說我們對這方面不會輕易放過 雖然未得到投訴人的協助 繼續協助或者他是撤回 我們都會看看那個個案 然後作出我們的意見 在這裏我再次希望呼籲 作出投訴的有關人士 希望他可以全面這樣提供更詳細的資料 和真實的資料 亦都希望他是盡早提出有關的資料的 使到有關的投訴可以是有效地去跟進 還有我們可以作出一個判斷 多謝大家 Clemmen 有些事想補充 多謝主席 或者在這裏我又跟進一下 關於媒體關係那方面的發展 大家都知道我們監警會 在5月出了一個專題報告 在專題報告裏面 我們提出了52項的建議 其實那52項裏面 有包括很多是關於警方 在大型活動裏面的活動的時候 和媒體那個關係 怎樣協調 怎樣配合 我們都有提出多項的建議 在這方面來說 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專題報告的建議 警方已經作出回應 在5月和8月 不同的專責小組 是由保安局局長領導的專責小組 在這個52項建議裏面 就歸納了五項 是比較優先處理的議題 這五個範疇裏面 是包括了怎樣加強 和公眾信息發放的檢討 和和傳媒的關係 都是這五項的優先範疇 其中之兩項來的 會方其實是希望警方 盡快繼續努力和傳媒 能夠達成一個共識 尤其是在大型的公眾活動的情況下 知道傳媒的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第一時間能夠發佈新聞出去 同時亦了解警方 在這方面來說 他們亦是要執法的需要 兩者之間是怎樣取得一個平衡呢 當然我們的建議就是能夠最好 警方和媒體能夠達成一個工作的 起大型活動的工作的一個守則 大家都雙方便可以接受的一個守則出來 是最好的一個結果 也知道香港記者協會 其實也是有一個來信來到我們的監警會 希望在協調方面我們能夠作出一個回應 我們明白到因為保安局的工作小組 其實在這方面來說已經開展了他們的工作 也和四個媒體的組織作出一個溝通 在這方面的工作已經展開了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來說 是要觀察一下現在的進度是怎樣 也是希望在這裏作出一個呼籲 從媒體那方面 從記者那方面 如果能夠可以和警方有一個充分的溝通 而能夠達到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個 就是在大型活動的場景下的工作的守則的指引 大家有這個結果出來就是最好的結果 也希望警方會繼續努力在這方面 和傳媒那方面能夠得到一個理想的進度 同時在剛才副主席那方面處理那個投訴案件 也是看到很多涉及記者的投訴案 也是很多記者是沒有跟進那個情況 其實這個警方投訴科那方面 是邀請記者給多些資料來跟進那些案件 其實是暫時來說不是很熱烈的回應的 這方面來說我們也是希望呼籲 如果有關的記者做了投訴案件的話 希望能夠就於那個投訴案件 能夠提出進一步的資料進一步的協助 等到警方投訴科能夠做他們的工作 而引伸到我們也可以做我們監管他們 在這方面的工作裏面來說 是否做得恰當呢 最後就是現在的52個建議 其實我們監管會一向以來都是在我們的工作裏面 審視這個投訴科處理這個投訴案件裏面 如果我們見到有些地方是可以 警方那邊做得好些的話 我們是習慕龐態是會對這個警務處長 或者是特首是建議我們的建議出來的 不但只是好像我們之前那個專項報告 那個偶遺項之除外 其實我們這個監管會成立了十年來 我們是做出過不少150項的改善的建議 是出去給有關的方面的 在這裏也是我們會繼續這方面的工作 多謝主席 好 多謝 各位看有些甚麼問題 好 稍後大家提問之前 老闆你們講一講你們代表的傳媒記者 老闆大家請問 蘇柔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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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 其實他們都說會跟監警會去做一個回報 我想知道這個回報的情況是怎樣 是不是就是關於今天在公開會議 我說做了一個三項建議 那其實如果在五月發出一個報告 那現在時間大概四個月左右 那我平均每一個月當作一個建議 是不是也當作四年多才有五十二項建議 那另外我想問就是關於就是 但是投訴各方面 剛才都說很多投訴已經是會撤回 那還有提到那裏 有些七十九個個案子裏面 就是全面調查當中 有沒有那些全面調查的案子 已經是做了 就是根本我看了 都是證明了屬實的那些案子 可不可以講一下指控是怎樣屬實 是甚麼案子 可不可以講一下是甚麼案子 OK 兩個問題 首先講的五十二個建議 就是他比較做得快的 就是剛才所講的那三個 今天做了一個報道 就不是說幾個月之後做三個 那你就要一直這樣承下去 要做幾年這樣 不會是這樣 其實我們跟這個保安局 和處長也都有一個默契 和有一個跟進的機制在裏面 他們現在就有五個小組 去研究我們五十二個報告 每一個小組 他們都有工作的程序表 現在他們會下一步向我們報告 就是他們進度的時間 他們的時間表會是怎樣 其實他們都希望在一年之內 可以做到大部分 但是他亦都今天跟我們講了 就說有一部分他們需要做研究 還有需要在世界各地去取一些資料 大家最近都看到 在其他國家 尤其是在法國 在美國 都有這些大型的社會活動 他們都要看一下 其他的地方 他們的處理方法 會怎樣和我們比較 然後下一步 他們就會作出一個報告和回應 所以我們會很積極地跟進 另外第二個問題 請秘書長講一講 關於一些案件那裏 就是個案的性質 或者讓大家知道的情況 其實剛才都講了 有大概是七成的個案 我們收到是屬於撤回投訴 或者是無法追查 其實在撤回投訴這些個案 剛才副議席都講了 我們有一套很嚴謹的程序 是要這個投訴人 就是他主動要撤回這個投訴的 這些我們都看過 每個個案都看過 是屬於一些比較上輕微的 而投訴人 他的意願就是他理解了這個情況 他又不再去追究了 他希望將這件事件 向警方的管理層反映 去改善這個服務質素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有小部分 他撤回投訴 其實他可能就是說 我會考慮其他的途徑去追究 包括一些法律的途徑 無法追查的個案 目前我們看到 大部分的都是 投訴人是不現身 或者是不去聯絡投訴經驗課 投訴經驗課 都聯絡不了他 這些其實我們看回有很多 其實可能是 他們是作出投訴的時候 是涉及一些 拘捕或者一些案件 跟著呢 在他拘捕過程之後 可能跟著就 不用再擔保了 或者是他 就那個案件或者就那個事件 他沒有再有其他的責任 那時候呢 他就不再聯絡這個投訴經驗課 不延伸 這佔大部分 那你說 那些輕微投訴的那些是哪些來的呢 我舉例給大家 有些其實是不需要的一些說話 即是說投訴 包括 現場的警員 可能講一些 不是那麼受歡迎的說話 即是蟑螂 叫一些示威者 或者 對於記者來講 有可能就是 有些說話就是 拍一拍一拍 那些是暴徒來的 你又不拍一拍 那這些就是可能 聽到的人 或者接受這些說話的人 是不那麼歡迎的 而另外 有一些投訴就是 跟著撤回的就是 有些人他不是示威者來的 他是一些街坊來的 即是因為當時是封路 又有事件發生 他回不到家 回不到家 跟著又可能在街上 是受到一些 催吊彈的一些影響 那他作出了一個投訴 那後來他了解了 當時發生的情況之後 那他就撤回這個投訴 那當然也有些投訴 就是那些人 他也不是示威者 他是上班的 那就 因為 在現場有些事發生了 那警察要封路 那他也去不了上班 那就 他回不到家 那就作出一些投訴 那所以這些 很多時候他們都是 作出投訴的時候 是比較上 就是 很不滿 那後來再了解了情況之後 那他們就主動撤回 剛才記者說 就說 有些個案實際上 那個場景是怎樣 那剛才我說了 我們通過了98個個案 那麼 撤回投訴的有59宗 無法追查的26宗 透過簡便方式 解決7宗 有6宗 其實是一個 確切的一個結果 那或者我講一講 那6宗裏面有2宗 就是涉及前線警員 是向被投訴人 是講出言畏語 那之前我都其實 其實是 早3月左右 向大家都匯報過 那這兩個個案 是由於我們找到一些影片 變成是證明屬實的 另一個個案 就是未經舉報但證明屬實 這個屬於一個疏忽職守的指控 其實這個個案原本是一個無法追查的個案 然後 投訴人 它是涉及一個案件 在反守衛事件 被拘捕 那跟著呢 警員就押戒它上警車的時候 就用了個頭套 那他就去投訴 就說呢 沒有經他同意 是要他打這個頭套 那後來他這個拘捕呢 他其後呢 他那個保釋就不用了 就是release unconditionally 那跟著呢 他就不再出現了 再不會回應這個投訴個案 但是我們看回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記錄 就是涉事的警員 就說他當時呢 是問過這個投訴人 他是同意戴這個頭套 但是由於呢 警例也都有一個規定 如果是要戴頭套呢 如果警方是決定要被捕人 戴一個頭套呢 其實都是要問一問那個被捕人士呢 那或者是要拿到的同意 是要有一個在那個記事簿的記錄 那我們發覺呢 這位警員呢 他就說他正常去問了他 拿了同意 但是沒有這個記錄 所以呢 我們覺得他是梳不職守 原本是一個無法追責的個案 所以呢 這個就叫做未經舉報 但證明屬實 好了 那另外有三個 並無過錯的呢 其實有兩個呢 就是屬於一些 imponentless 即是粗魯無禮的 其中有一個個案呢 其實是一個撤回投訴的個案來的 那就是投訴人呢 他原本就是去作出一個投訴 就說他在電視看到警方一些使用武力 處理的場面去投訴 然後呢 他就在那個投訴警察課聯絡他的時候呢 他就跟那個投訴警察課的同事呢 就去表達他對於整件事件的一些感受 那當時投訴警察課的同事就跟他講 就說 就說 我跟你們大家都可能有機會有不同的立場 變成我們不如不在這裏討論 這個議題好嗎 我們聽過帶 聽過帶 但投訴人聽到呢 就說 我們大家不同政治立場 我不會跟你討論 所以他作出這個投訴 但是我們聽過帶之後呢 就是剛才不是這樣講的 就是我現在所講的就是 我跟你們大家都有機會有不同的立場 變成我們不要在這裏討論好嗎 那我覺得這件事也是一個合理的回應來的 因為呢 如果投訴人 作出投訴他給資料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如果一再去講到個人立場的時候呢 其實投訴警察課的同事呢 也都不方便 或者不應該在這裏大家討論 也都會有一些需要處理 我覺得他們我們聽完之後呢 我們委員會都覺得這個處理呢 其實是恰當的 所以呢 雖然呢 投訴人 他是最後撤回投訴 但是我們覺得呢 那個結果應該都是 並無過錯的 並無過錯 那另外有一個案件也都是叫 並無過錯呢 原本也是一個呢 無法追查的個案 然後呢 投訴人呢 他原本也是涉及一個反手禮的事件裏面 被拘捕 被拘捕之後呢 警察呢 就帶他回到他家裏去搜查 那當時他是在警察的記事簿裏面呢 是簽了名 同意了警察去上他的屋去搜查 那他作出這個投訴之後呢 那他本身的案件呢 他就是另外處理了 那他就沒有再去理這個投訴 但是我們呢 他雖然沒有出來再給任何的證據 或者口供 但是呢我們一看回 涉事警員那個記事簿呢 是有他的簽名的 是有他的簽名的 那所以呢 他是給了一個同意的 所以呢 雖然他不出來 或者是無法追查 無法追查 但是呢 我們覺得最終的結果應該都是 並無過錯的 因為呢 是有一個 普通的紀錄的 那所以我希望 就是這幾個案件 都說明了 雖然有些個案 投訴警察課過來的時候 給我們的時候 是說一個 撤回投訴的個案 或者是一個無法追查的個案 但是我們都不會停在那裏 我們會真的逐個個案去看 也都還一個公道給投訴人 或者被投訴人 好 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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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的 零一的 就想請問 請你可不可以慢一點 我聽不到 不好意思 聽不到 是 零一的 就想問 除了剛才說到撤回 和無法追查 兩宗獲證明屬實究 又是甚麼個案件 這個詳情 還有想問 其實 剛剛那個 有警員 其實 推跌了一個 大妻子 以及 撥向十二歲的女童 其實有沒有 跟警方主動去了解 還有有沒有收到任何的投訴 還有想問 吳文苑那件案 為甚麼會同意警方的說法 說是無法證實的 麻煩你 首先來說 就是 社會關注的兩件 一個就是 十二歲小童 一個就是大妻子 那個情況 我們所知道的 就是關於 這位人婦 就是有一個 就是 衰知會投訴 就不是一個衰 這個回報投訴的 就是說衰知會投訴 就是第三者 就是目擊的人 做了一個投訴 就不是他個人 所以變成 在這方面的時候 就在警方 他們就會看回 那些 錄影帶資料的情況 就因為 就算這個是衰知會投訴 他們自己都會跟進的 今天 我們都問過這個問題 你看到 我們有幾位委員 問過這個問題 警方就會進一步 去研究當時的情況 那位小童 他們已經作出一個交代 但是 到今天為止 我們是收不到投訴的 情況就是這樣 當然 這些情況 大家都會看到 在警方去處理 這些 社會的 這些事件的時候 兩方面都有情緒 在這裏 所以變成 在警察方面 要明白 知己知彼 今天你所看到的 就是這些 今天的心理 林行心理學家 所提議的 這些問題 那其實 雖然當然是一個專業的問題 這個也是一個管理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也提了 在警方方面 去處理這些事的時候 第一方面 要壓制自己的情緒 以及指揮官方面 也都要跟他們的同事 執法的人員 當然一定要尊重法律 所以變成一方面 也都要尊重我們市民的 他們的權益 問題 所以變成 但是 市民也都要尊重法律 這個社會 如果真真正正 大家會平靜和和平 大家都要尊重法律 和尊重法紀 警察方面 也都要執行他們的職務 所以這個在我們52個的建議裏面 也都講到 警方方面都要執法 但是他也都要顧及到市民的法律權益 所以將來他們各方面的 譬如使用武力 還有他們下一步培訓的工作 怎樣做呢 他們其實呢 今天高級助理署長 林署長 也跟我們講 他們有兩個委員會去看這件事 我們會很積極地跟進他們的工作 是 你之前第一個部份講 那兩個獲證明屬實的個案 其實這兩個個案 都是涉及講粗口的 第一個個案就是在 姜君路 當時警方在做舉行動 執法行動 在清場 在一條天橋 投訴人在天橋走回家 清場的警員就跟他叫他快走 就講粗口 這個呢 因為我們找到是有一個影片 有影片看到的 所以這個就是獲證明屬實 而第二個個案 都是屬於粗言畏語的 就是講粗口 在大埔發生的 當時就是一位區議員 跟他的助理 就是去拍 就是用手機拍攝一些警察 執法和區場的行動 有前線警員就走過去 就跟他講 就講粗口 這個也是因為有影片的 所以這兩個個案 都是屬於講粗口的個案 在5月的時候 我們已經是通過了 是 有沒有說過日期 以及剛才講到 那個區議員在哪一位 這樣 我已經講了 這兩個個案 一個在去年9月發生 一個在去年10月發生的 在大埔區議員 或者名字我就不講了 大埔區議員 請 你好 明報何旭 我想問一下 除了今天在會議上面的內容 其實公眾都很關注721事件 早一陣子 警方就拘捕了林卓廷議員 以及幾位 事件中他們是一個受害 即是被襲擊的對象 他們被警方拘捕 甚至是控告他們參與暴動 其實主席你是怎樣看這件事呢 因為 看回警方對於721事件這個演繹 是跟監警會報告的說法 是都有出入的 例如 當日陳謙柱警司 他是說 雙方旗鼓相當 勢君力定 那你有同不同意這個說法呢 你對於他們的演繹 有些甚麼回應呢 我直接可以跟你回應這個問題 是 這個問題就是 因為 林先生是被拘捕的 所以 會有一天 這個事件 就到法庭 我們一定要相信我們的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 就是最後公平 為甚麼會公平的呢 因為 就算在初審那裏 大家覺得那個結果 對於他來說 對於他來說 他是不滿意的 是可以上訴的 所以 所以 這個問題 一定要待我們的公正的法律制度 去處理 所以 我有些甚麼意見 我覺得是 沒有甚麼意思的 那你對於警方的那個說法呢 即是說 當日兩派人 勢君力敵 和奇古相當 我對於這個說法呢 就希望 在法院裏面 大家兩邊 將他自己的說法講講 因為我們 必須要相信我們的法律制度 所以 我信與不信呢 是真是絕對沒有意思 A few English questions from RTHK English News First How does the IPCC feel the progress with the police the police progress with following up with the 52 suggestions Are you guys satisfied with the speed given that they have only taken up about three completed three suggestions so far and it has been months second question kind of a follow up on the July 21st incident because the police seem to be changing the narrative surrounding that incident and even though you guys can't really comment too much because the court proceedings is ongoing with this inconsistency with the police version of the events and the IPCC version of the event what are you guys going to do about that and how are you guys going to well kind of match the two differences third question regarding many many judges after following some rulings and sentencing they have come out and say that the police police witness testifying the testimony it's not true it's not not real and the police cannot explain today and but do you wish the force would do more action in that regards to and and follow up on the issue because the case now is that even if they have given false testimony there seems to be no consequences well first of let me answer the third question first in terms of what judges say in the course of their judgments uh i think that has to be dealt with within the legal system which is if anybody feels that the judge has been unfair in any way that could be a ground of appeal so i think whoever is dissatisfied with that should consider an appeal uh i think the chief justice has already said that judges in judging cases they should stick to the facts so i'm sure if this judge feels that that indeed were the facts then of course he's entitled to say that uh and if people feel that he's wrong then they are entitled to appeal that is our legal system and we should trust our legal system now in terms of what the police will do in relation to these comments by judges uh this afternoon we did ask that question and you've heard the police answer on that uh and uh if they feel that uh somehow that the case has not been fairly dealt with uh first of all the police in uh prosecuting the case they are witnesses but it is the is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hich is uh prosecuting the case u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represents the people in fact uh if the people therefore representing the peopl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el that that case has been unjustly dealt with then uh they should consider appealing but of course i don't know the exact facts of each case so u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ill i am sure look at each case now as i understand it the procedure after each case uh in a criminal court uh if the prosecution fails uh to prove a case uh the prosecutor actually has to write a report uh to consider whether in fact there should be grounds for appeal uh so uh therefore uh really uh it's up it's up to them uh as to the first question so we we must trust our legal system in this i mean uh the police have also said in this case that in relation to the cases that have gone to court i think now over two thousand cases have gone to court now uh they have informed us that something like 84 percent uh of the cases have resulted in a result uh which uh meant that the accused had to bear some legal responsibility whether it's a case of a fine a case of imprisonment a case of probation a case of uh uh of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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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ding over and so on uh so therefore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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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it's not a uh a small percentage it's 84 percent uh so so uh uh the police of course uh is working very very hard uh to bring the other cases uh and uh they have informed us of course that each case uh has to be uh based on good evidence before the prosecution can be brought at and therefore uh they need to produce a file for each case they need to get legal advice and then of course they need to bring the case to court so uh these are the procedures which our legal system require uh to ensure that each citizen in fact has his right under the law uh to be prosecuted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and only to be found guilty uh if the case is proven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uh on the first question uh well uh these are still relatively early days of our 52 uh recommendations uh now i have been in touch with both the chief executive as well as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as well as the commissioner and they all assure me that they are treating this with the fullest uh uh urgency and uh what we're doing right now as i told your colleagues today uh is that uh we are working uh towards a timetable as to uh how these 52 recommendations and in fact uh after we've made these 52 recommendations today we've come up with a few a few more uh so uh they will be working on on those new ones as well uh those new ones represent in fact what your colleagues have asked me about people uh police officers attending a scene and and somehow uh uh attending that scene uh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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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ychology is somehow affected in fact by the by the uh by all the all the pressure that they face and which is why we think that a question of uh making sure that the police understand the pressure that they are under how they face those pressures and how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 people in the street are people and ensure that their rights are respected so these are the these are the the subjects that we uh as an ipcc are much interested in in discussing of the police but uh the commissioner assures me that that he sees our recommendations as important and he would make sure that uh he he sees that we see implement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there are some uh aspects of that which require time i mean for example training use of force now we we see right now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uh public order events around the world uh particularl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france and so on and uh what the police tell us is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s to how people deal with these events whether there's anything new that they could learn from so that they could actually then write a good report and make good recommendations in terms of implementing what we have suggested r web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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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這個報告會否可能之前的審視報告做得不夠 或者有些事實跟警方所理解的出入 這方面有沒有需要再作跟進呢 還有剛才主席都提到要相信法律 之前和主席訪問都談過 也提過一句就是說 Justice is denied, it's justice is denied 雖然說相信法律 但是可能我們看到事件上有些受傷的人 他們要被拘捕 可能經歷法律的過程 覺得跟公義的距離有多遠呢 現在就這件事 另外就是剛才聽到 52個建議現在跟進了三個 當中還有一個是可能純粹是 放一些水馬在警察局門口 政府的機關門口這樣 現在做那個建議的進度 主席你覺得跟公眾的期望差多遠 我想首先那些水馬的問題先 比較容易解答 現在當然他都是開始做的問題 今天你都看到處長跟他們說 今天他們開始做的 下一步更加做多些 或者做少些 視乎公眾對他們的期望是怎樣 其實你都會看到 警方不斷地去看公眾對他們的期望 和他們的反應 然後下一步怎樣做 我們最主要一點 為什麼要做這些水馬 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叫他們做這些水馬 就是希望減低了警方 和市民的直接衝突 這種情況 不是說做個水馬 這麼簡單的問題 水馬的意思就是減低衝突 所以變成這一方面 就是他們一半這樣做 你說關於跟公義有多少距離 我告訴你 就是一條繩有多長 我都不知道的 你每一個人讀的都不同 所以這個問題太大 我真的講不到 純粹是悲傷721 如果悲傷721 我覺得很簡單 最後這件事都會在法庭裏面解決 如果你不信法庭 甚麼都沒得信 我所講的東西 可能就是你未必一定同意我的說法 所以變成這件事去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應該我們是用一個最公正的制度 去最後做一個解決 但基於專題審視報告裏面 就是跟警方現在新講法的出入方面 IPCC是否有些事情都要做回應他的講法 我覺得在這個階段 你做甚麼都沒甚麼用 應該就是要等法院的判斷 因為這件事就是最後 你說時序啊 講這些東西 被司長剛剛跟我說的那句話 我們其實是沒有錯的 但是呢 我都無謂去講這件事 但是去到法院 這些每一個細節都會講出來的問題 所以變成我在這個階段 我也都不會評論 我希望大家要信我們這個法律制度 但是本身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個獨立專題審視報告的意義 會不會打了折扣呢 我告訴你 這個意義呢 是給我們去看 就是 看我們兩樣東西而已 這個意義呢 就是怎樣去 讓我們可以使到 我們可以向警方 和呢 向特首呢 作出一些的 作出一些的改善 這個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我們要看到的大場景 使到呢 如果我們是有投訴個案的時候呢 我們是怎樣呢 去審視這個投訴個案 這個目的呢 我們基本上是達到的 我已經作了 就算是7.21事件裏面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提議在這裏面 所以變成在這方面呢 我們覺得已經發到我們的目的 那在投訴個案方面呢 就是元朗的投訴個案呢 其實呢 全部都是關於那個 大部份可能是99% 是關於那個999制度 那個999制度的 我們也作了那個提議在這裏面 就是在那個公眾 就是最後一個 譬如說在那個報告裏面呢 我們都很記得 就是當時報告之後 當晚林鄭月娥就有個 就是形容這份報告是香港的真相 但是到過了幾個月之後 又有一個新的真相出到來 就是主席怎麼看報告最後 就是好像 會不會覺得是警方 就是不尊重報告裏面提到的時序 還是報告要再配合他們的時序 我覺得這樣 這些就是 我請你問問特首他們的問題 因為這些不是我的話 就是你會看回我們的報告裏面 我們每講一件事件 我們都是有去援印到那個紀錄 和一些事實的 所以變成我們不會隨便說一句說話在裏面 所以變成我們這個報告裏面 就是有援印的事實在裏面 所以你們怎麼看這個報告呢 要看回我們的背後那些援印的事實 是 會師長 或者剛才這位記者朋友問的問題 我直接回答你 其實那個專題審視報告呢 其實我們講的是我們是宏觀來看 我們將那個時序在我們收到的資料 就是陳述出來 剛才我想你所講的兩件事 其實一個就是關於時間 十八分鐘三十九分鐘 或者是那個形容 是不是勢君力敵 其實呢 其實呢 首先就是說 我們那個時序 我們是鋪塵了出來 那個報案室幾年收到的報告 跟著幾時去派一些軍裝人員 跟著幾時去一個快速應變部隊 那當時呢 就是用哪一個時間去計呢 那相信 在陳谷警司出來做了一個記者 這個招待好之後呢 其實警務處長作出了一個澄清 就是那個應該是由一個收到報告開始計 那個時間 不是由快速應變部隊的時間出來計 所以其實我們那個報告呢 是沒有說 那些是事實來的 那些是幾點收到 只不過怎樣計呢 就是不同的人計法 那至於你說 是不是勢君力敵這些呢 其實處長也出來澄清了 那這些是個人的一些感覺 那我們的報告寫的時候 你見我們寫的時候 有幾多人 見到大約幾多人 有幾多人 那我們不會說勢君力敵 所以說回 是不是這件事反映了整個專題報告 是不可信啊什麼 其實呢 大家要弄清楚那個問題在哪裡 那個事實在哪裡 那時候呢 你就會知道其實 那個事實放在那裡了 突然政治主義怎麼說 你怎樣看 你怎樣去讀 是每個人都有不同 所以就說 幾多分鐘 我認為處長說是最終的了 最終的一個結論 應該是由這個報告的時候開始計 這樣 OK 牽涉到涉案人的一些時序 我想特別講清楚就是林卓廷 尤其是講涉案人的時候 我們都不應該在這個階段裡去討論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討論了之後 法庭那個判斷是另外一個的呢 我們就不應該阻礙這個法庭的公正的判斷 那一個大支的 Tool 我們會回來 各自這張動作制度 多謝正義 好 Irish 谢谢大家